第一步 进步派 自由派 都是左派 第一章 威尔逊以进步之名 行退步之时 有时人们把我看成一个理想主义者 是啊 这时我就知道 我是一个美国人 伍德罗 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 下午一点 三千多名来自北京13所大学的学生 其籍天安门广场 抗议列强在巴黎和会上 签署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密约 此后百年 天安门广场将因多次上演重大群众活动 而成为中国政治的风暴演 学生们经过中华门 向东抵达外国使馆云集的东郊民向西口 使馆警察阻止学生记录这块享受制外法权的地方 与使馆官员通过几次电话后 学生们选出四名代表 其中包括张国焘和罗嘉伦 他们日后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 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重要作用 进入美国使馆陈情 美国公使乐人师Paul S. Lange不在 学生代表留下说帖 说帖强调 既然美国参加一战的原因是 支持民族之独立 与人类之公权 及世界和平之局 那么中美两国就是抱同一主义而战 美国理应在巴黎和会上 于无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一个28岁的 瘦弱的越南人阮碧城后来 他以胡志明这个名字登上历史舞台 写了一封名为安南人民的主张的请愿书 递交给巴黎和会的领袖们 这个15岁就参与抗法斗争的越南小伙子 过去数年间在远洋轮船上做厨师 杂役 锅炉工 他在请愿书上署名转爱国 提出越南独立自主等八项要求 他要求面见威尔逊 为此租了一套燕尾服 这一会面从未实现 比起中国人和越南人来 朝鲜人对威尔逊寄予更大期望 一位流亡中国的朝鲜独立运动领袖 沿着西伯利亚横贯铁路 踏上往巴黎的漫漫长路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人致信威尔逊说 总统阁下曾极其真诚地表示 所有拥有各自独特语言 文明与文化的同治民族都应该允许其独立 美国应该听取因日本的阴谋 不幸沦为殖民地的朝鲜的请愿 呼吁恢复朝鲜的独立和自由 印度诗人泰戈尔·罗宾尔逊 佩服威尔逊 打算把一本著作提现给他 印度国大党的领袖们 受威尔逊演讲鼓舞 要求由他们代表印度出席巴黎和会 日益受瞩目的甘地 马哈特马·甘迪被选为代表团成员 身为英国保护国的埃及 将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威尔逊身上 埃及知识分子领袖卡格鲁勒 萨德塞克罗 在电报中告诉威尔逊 由于你强有力的行动 全世界将于不久迎来新时代 而没有哪个民族比埃及人 更喜欢这一新时代的诞生 在迅速崩解的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伊斯坦布尔 民族主义者全都瞩目于美国 威尔逊作为第一个冲击中东命运的美国人 明确指出前奥斯曼人民 应享有绝对不受干扰的自主发展的机会 土耳其政治活动家 女性解放主义者哈利戴 埃迪布在面对20万群众演讲时 特别提及威尔逊对奥斯曼帝国的 土耳其部分的稳固主权之保证 世界各地受殖民 遭压迫 被边缘化 及无国籍的民族 包括爱尔兰人 阿拉伯人 犹太人 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 以及其他众多民族 无不对威尔逊和巴黎和会 寄予厚望 然而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希望的火花转瞬即逝 失望却转化为持久而深切的怨恨 这种怨恨形成的反美主义 将改变此后百年世界史的走向 曾经是冷静和自我克制的 英国传统的继承人 威尔逊是唯一拥有 哲学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 更拥有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和新泽西州州长的完美履历 但学历跟治国能力成正比吗 比看得见的光环更重要的是 威尔逊早年 曾拥有过虔诚的卡尔文教派信仰 及观念秩序 其父是美南长导会牧师 及首席常任秘书 其母是长导教会牧师的女儿 卡尔文教徒的精神 在其父母胸中 燃起明亮的经久不息的火焰 威尔逊自幼懂得 把人生看作是实现上帝意志的过程 他将卡尔文主义作为一面透视世俗世界的棱镜 对于天意的殉导和上帝的指引 怀有强烈信念 他从父亲那里学到了长老会神学 这种神学贯通了宗教和政治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契约神学 这是长老教会 尤其是苏格兰派系长老会的重要教义 指引了威尔逊父母两个家族的信仰 威尔逊小时候身受阅读障碍之苦 经过不懈努力成为学者和演讲家 就像威尔逊的政治根基在南方一样 他遵循的思想传统是英国式的 他喜欢英国思想家的保守主义传统 美国的民主传统中 他认同那些与英国传统的大致相似之处 英美两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容不迫 深思熟虑地在习惯和惯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威尔逊指出 美国的民主政治与中欧争取民主的狂暴行动 在思想上没有共同之处 法国大革命期间爆发的民众运动 与我国政府的建立 二者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对于1789年的记忆 与欧洲人对于这酝酿着风暴的年头的记忆 是完全不同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 我们就已显示出 我们具备欧洲人已经逝去的东西 即冷静和自我克制 在关起门来自成一体的瑞士之外 民主在欧洲总是作为破坏性力量 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 甚至很难说 欧洲的民主有一个有组织的发展时期 而在美国和英国各殖民地 民主在一开始就有着真正的有组织的发展 运动过程中没有急剧的革命 无需推翻其他政体 所需要的只是自身的组织 这种民主无需建立 而只需扩散进行自治 威尔逊赞同埃德蒙 伯克 Edmund Burke 对法国思想的痛恨 认为法国哲学是极其有害的和腐败的 任何国家都不能按照这种哲学的原则来管理 他赞扬伯克是真正的英国人 英国历史中有一个反对革命的连续的主题 他从伯克等英国思想家那里学习到很多重要的东西 他把英国政治家奉为楷模 并把英国宪法看成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法律 诉诸美国历史 威尔逊认为 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未能理解英国传统 是其主要不足之处 法国思辨哲学像一种虚假的音调贯穿于他的全部思想 所以他虽然是一位伟人 但不是一位伟大的美国人 威尔逊在维吉尼亚大学学习法律时 不屑于爬上几步山路到蒙蒂塞洛去参观杰斐逊古居 他在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期间所做的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是向美国人介绍英国人办大学的思想 他喜欢的娱乐活动 是口袋里装着牛津英语诗歌悬 骑着自行车在湖区闲逛 威尔逊还有另一个自觉的身份定位 南方人 南方人似乎天生就关心公共事务 而且天生就是保守派 他把法律当作通往政治的路径 我选定的职业是政治 我学习的却是法律 我学习法律是因为 我认为这可以使我从事政治 然而 在其学术和政治生涯中 威尔逊未能持守卡尔文教义和英国传统 未能抵御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来势汹汹的左翼进步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侵蚀 他在学术上的代表作是美国人民时 他的信仰从美国进步派发展到国际社会民主派的观点 进而与美国宪法及其所代表的人性论及有限历史观决裂 历史学家理查德 霍夫斯塔特 Richard Hofstadter将其形容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保守派 一点也不奇怪 威尔逊后来成了民主党人 威尔逊以英国人自取 我们把自己视作地道的民主派 而实际上我们充其量不过是进步的英国人而已 但是他在英国人前面加上进步之定语 让英国人的特质发生了偏差 因为真正的英国人对进步持怀疑态度 观念的紊乱始于信仰的动摇 十九世纪末 基督教社会主义在年轻的社会福音派中风靡一时 整个社会福音派处在突然向左转的过程中 威尔逊未能脱离此种潮流 他接受进步主义思想后 将基督宗教看作一种进步主义的力量 他自己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教改革者 威尔逊对宗教抱有热情 他不曾有志于成为牧师 但他把政治变成传播心灵的启迪的手段 变成表达新教徒强烈的行善愿望的手段 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任上 作为第一位不拥有牧师身份的校长 他常常在各种场合不道 在实质上充当了大学牧师的角色 但他宣扬的宗教是一种关于道德行为的宗教 他上任之初便取消圣经课程 从课程中删除他形容为教条主义的长老会教义 1906年 他促使普林斯顿大学正式公布无宗派主义的立场 威尔逊深受其叔叔 因鼓吹现代主义和达尔文计划论 而被神学院解雇的神学教授詹姆斯 武德罗 James Woodrow的影响 认为坚守神创论是无知和愚昧 地狱只是一种思想状态 计划论中科学家的理想高于圣经 他非常迷恋进步这个19世纪晚期形成的概念 有一次以圣经和进步为主题 对一群长老会基督徒发表演讲 终其一生 威尔逊每天都祷告 读经 他一生用破了两三本圣经和参加教会礼拜 但其基督信仰已退化到行礼如仪的地步 他嘲笑坚持传统教义的信徒 因为他有婚外情 就自我辩解说 私人道德与公共事物无关 道德判断应当在私生活地带稍微休息一下 多年以后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吟的克林顿也这样想 走向欧洲式进步主义的企图 威尔逊信奉的不是清教秩序 而是进步主义 这种进步主义 偏离了英国和美国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及精神传统 甚至与之截然对立 清教徒和制限者们是保守主义者 他们相信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 相信传统和秩序虽然需要不断修正 却不能全盘推翻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 James Madison强调 如果人人是天使 就没有必要成立政府了 所以才要制定宪法 分散权力 承认政府的不完美 防止民粹是民主 造成多数人暴政 也防止寡头掌权 造成少数人暴政 国父们对平等的理解是 政府和社会 为人们提供运用各自的天赋 去获取财富和幸福的机会 其结果必然是不平等的 但必须确保每个人 都有实现其梦想的机会 平等是机会的平等 和游戏规则的平等 而不是结果的平等 与之相反 进步主义者相信人性本善 认为应当由具有更高明 而且更有充足知识的代理人 来制定政策 无论这些代理人是政治领袖 专家 法官 还是其他人 他们所制定的政策 指向一个人人平等的乌托邦 为了实现这个乌托邦 他们不惜将既有的传统和秩序 全都打倒 他们也坚信 只有自己的方式 是最好的 和唯一的实现平等和正义的方式 美国经济学家 托马斯 索威尔 Thomas Sowell 讽刺说 那些把自己称作 进步主义者的人 不仅声称 他们支持变革 而且断言 他们所支持的变革 就是有意的变革 吉纳 就是进步 尽管他们无法证明自身 却将跟他们不一样的主张 统统贴上维持现状的标签 在美国的语境下 进步派 进步主义者 自由派 自由主义者 归根结底 都是左派 耐人寻味的是 左派也知道 左派是一个脏词 不愿理直气壮地宣称 自己是左派 而是用进步派和自由派 来掩饰其真面目 索维尔是最早发现 各种极权主义运动者 与民主党左派的 基本假设之间的相似性的人 当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在欧洲兴起时 美国进步主义作家 林肯 斯蒂芬 对两者都赞不绝口 费编社会主义者维尔斯 在牛津大学 鼓励学生们 做自由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者 和被启蒙的纳粹 直到战争爆发 这些人才惊慌失措地 将他们一度欣赏 并引以为同道的法西斯主义 张冠李戴的 重新定义为极右派 其实 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哪一个词 不是名副其实的左派概念 对于进步派和自由派 死于法国大革命断头台的 罗兰夫人 一语道破其真面目 自由 自由进步 进步 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 假辱之名已行 而用欧威尔 George Orwell 的话来说 整个左翼意识形态 不论是科学的 还是乌托邦的 都是极端主义的 威尔逊的左转 除了观念和信仰上的 动摇和混乱之外 也有政治 现实主义的考量 在第一次竞选中 威尔逊面对 来自右翼的共和党 和来自左翼的 进步党的竞争 他看到左翼势力 日渐做大 就不断往左移动 他提出新自由之政纲 一心打造行善政府和为善 只能由像他这样 学识渊博的政治领袖定义 不惜背离美国秩序的根基 他不加掩饰地表示 我们并不是一定要遵循 独立宣言签署者 所持的那些原则 威尔逊高举进步的旗号 却是从美国的 立国根基退步 从美国的 倾校秩序退步 从地方自治 退步到联邦集权 从有限政府 退步到万能政府 从私有经济 退步到公有经济 威尔逊为进步主义而奋斗 如同英国左翼作家威尔斯 Herbert G. Wells 作品的一贯主题 代表正义一方的科学家 致力于建设一个 有计划的世界国家 他的敌人 则是企图恢复 旧秩序的反革命分子 威尔逊认为 一个合理的 有计划的 由科学家和向学者 控制的社会形态 乃至国际秩序 迟早会获胜 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 到二十世纪前三十年 美国总统 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人 除了威尔逊以外 唯一的一个民主党总统 是克利夫兰 Grover Cleveland 但克利夫兰 是一名强烈的 经济保守主义者 以致威尔逊有理由 把自己看作是 1860年以后的 第一个民主党总统 也是迄今为止 最左的总统 威尔逊早年认为 美国政体不是总统制 而是国会制 以博士论文 国会政体 对美国政治的研究 获得霍普金斯大学 哲学博士 他执政之后 却完成了 从国会政体 到帝王总统的转变 大大强化行政权 一旦当上总统 他立即转而认为 奋权的唯一后果 就是造就了一个 不负责任的政府 为此不惜破坏 三权分立的架构 他威胁国会说 我要压别你们 他通过任命三名 最高法院大法官 来推进其进步主义议程 威尔逊是第一位 利用任命程序 改变最高法院走向 并危害宪政秩序的 对抗式总统 他的总统生涯表明 他深信强有力的总统职务 是议会制政府的一种替代 是为美国体系 提供有效领导的最佳手段 威尔逊和他的 进步主义鼓吹者们 丝毫不尊重宪法 丝毫不以美国宪法为荣 公开蔑视宪法 并声称要洋气宪法 弗兰克林 皮尔施认为称 美国宪法是今日世界上 任何国家中 可以找到的 最不民主的文件 艾伦 史密斯吼叫着 反对宪法中的 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因素 他们完全拒绝在 独立的政府部门之间 保持精巧的相互平衡的观念 威尔逊认为 美国宪法被正式批准的日期 只是1787年 一个平凡的日子 他声称 不能让宪法成为束缚手脚的紧身衣 在宪法被制定时 那时并没有铁路 没有电报 也没有电话 因此每一代政治家 都去寻找 让最高法院提供 能满足其当下时代需求的司法解释 顶级大学的校长 应当是最有学问和最聪明的人 但未必就具有治国的能力 威尔逊坚信 总统是国家真正立场和目标的代言人 国家所需要的 是一个与公民要求更为契合的人 一个了解其时代和国家需要的人 他宣称 一个总统无论在法律层面 还是道德层面 都是自由的 他要尽可能地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刷新能力的极限 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 总统为其领袖 以用公共政策的形式 实现公民利益 1919年 威尔逊的老朋友雷科德·Ricord 此人在威尔逊转向进步派方面 起了重要作用 致信威尔逊 认为每一个现代国家 都受有特权的人们所统治 这些人即使由于拥有铁路 土地 矿山 银行和信贷 而控制了工业的人 要消除剥削 必须控制资本家 将其财富收归国有 他建议威尔逊 立即实施此种政策 后人将称其为 真正伟大的人 传统的美国精神 是个人主义和自我奋斗 对政府怀有深深的依据 国父们对政府这个利维坛 设置了重重束缚 而19世纪末的进步主义 则认为 政府可以取代上帝 威尔逊与阿克森教授讨论师指出 现在由个人和公司经营的许多事情 将来会由政府办理 我确信 政府将接管所有的重要自然资源 所有的水利资源 所有的煤矿 所有的油田等 这些均应有国家所有 这种国有制跟苏俄有什么差别呢 威尔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 为自己辩护说 如果我在外面讲这些话 人们会说我是个社会主义者 但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而且正因为我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才相信这些 我认为采取此类措施 是防止共产主义的唯一方法 这段话在逻辑上无法自洽 用仁慈的国有制 来避免专制的国有制 能成功吗 威尔逊早年深受白哲特 Walter Badgett 对英国限制描述的影响 但当他转向进步派时 也转向欧陆的思想资源 在1887年 威尔逊即指出 在普鲁士国家 对行政的研究已经近乎完美 他认为德国思想中 对行政和统治的两重划分 值得美国学习 他强调 美国文官制度的改革 应当以欧洲大陆的经验为基础 然而 德国并没有他所想象的 那种行政中立 与英国稳如磐石的 君主立宪制相比 德国的制度摇摇欲坠 第一帝国半独裁的 强势君主制 威马共和国 运转布林的民主制 总统制 以及第二帝国 国家社会主义 工人党的极权制 都不是长治久安的 灵丹妙妖 一直等到二战之后 德国还得依靠 美国的帮助 在废墟之上 重建民主政治 和自由市场经济 威尔逊的外表 看上去内敛而冷漠 内心却充满浪漫激情 他将这种浪漫激情 转化为对进步愿景的追求 当他成为第一位 将进步主义 当作国家政策的 美国总统时 灾难便不可遏制地降临了 他以进步主义治国 并推展外交政策 为达到自以为崇高的目标 不惜使用卑劣的手段 却不知道 手段的卑劣 必将毁灭目标的崇高 近百年 美国精神的败坏 始于威尔逊 终极的败坏 乃是理念的败坏 战争是通往大政府 和总统专制的捷径 在美国限制的约束下 在和平时代 总统很难扩权 联邦政府很难集权 但若是战争环境下 一切就不一样了 当威尔逊的进步主义施政 遇到一系列拦阻时 他发现千载难逢的机遇来了 欧洲陷入一场 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战争 协约国恳请美国参战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外交为内政服务 战争是威尔逊 在国内大展拳脚的最佳借口 一旦美国参战 总统和联邦政府的权力 就可以无限增加 在战争的加持下 威尔逊一入他梦寐以求的 行善的大政府模式 西奥多 罗斯福 没有完成的新国家主义水道渠成 美国参战大大破坏了自身的限制 威尔逊利用战争建立了史上空前的 战时社会主义的联邦政府 最突出的表现是联邦军队的扩充 战争需要大规模动员 近518-45岁的男性被征兆入伍 一战给联邦政府带来的花销超过内战十倍 美国付出的直接代价是1120亿美元 还不包括财政部借给盟国的100亿英镑 联邦政府开始出售战争债券 有一则公告承诺拥有政府的财政利益 无论大小都有助于成为更好的公民 战争导致国民自由的戏剧性缩水 强制成了常态 由于威尔逊任命的布兰黛斯 Louis Brandeis大法官是左派 他是第一个任大法官的犹太人 左派在最高法院占据多数 其判例完全偏向威尔逊政府 最高法院确认了总统在战争时期 管理铁路、通讯和物价的权利 威尔逊利用战时状态大刀阔斧的革新联邦政府 他建立了西方国家第一个政治宣传机构 比希特勒更早 及公共信息委员会 该部门雇佣数百名工作人员和数千名志愿者 通过报刊、广播和电影传播支持战争的信息 该委员会在进步主义者乔治、克莱尔、George Creel的领导下 用进步时代的八份方法 在全国范围内鼓动爱国性反德情绪和战争狂热 以百分之百的美国主义的名义 给任何拒绝支持危机中的总统的人贴上比卖国贼还坏的标签 美国主流媒体将德国妖魔化 将美籍德裔群体也妖魔化 尽管没有像小罗斯福那样 在二战中将日裔美国人集体关押 德语书籍被焚毁 德国的交响乐被禁言 连德国泡菜也被改名为自由泡菜 社会科学家将战时宣传所产生的效果 称为群众心理学 进步主义者 哲学家约翰 杜威 张德尉称其为思想的征兆 威尔逊执政后期 完全依赖这个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做出判断 就如同被一群应沉包围的昏军 一战时的美国国内战时限制 比美国在二战时的限制还要多 威尔逊政府为压制不同意见 指使国会通过《惩治煽动叛乱法》 他禁止言说 印刷 写作 或出版任何对美国政府或军队不忠诚的 亵渎的 粗鄙或谩骂的语言 这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公然藐视 威尔逊还祭出间谍法 与敌贸易法等法案来压制异议者 司法部逮捕了两千多名公民 其中一半人被定罪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 只是对威尔逊政府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意见 耗费13年时间为威尔逊作传 最推崇威尔逊的传记名家斯格特·贝戈 也承认 尽管威尔逊双手干净 心灵高尚 但他在战时的一系列打压意义者的政策 堪称美国历史上最让人震惊的镇压 他任命的司法部长 肆无忌惮地干涉全国各地的家庭生活 社交俱乐部和民间社团 让专制的病毒进入美国的政治体系 除了公共宣传外 政府还将战争工作引入多个领域 伯纳德 巴鲁克 Barnard Baruch 领导的战时工业委员会 为工厂制定战时目标和政策 赫伯特 胡佛 Herbert Hoover 被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 该局鼓励民众参与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活动 为海外部队节省食物 亨利 加菲尔德领导的联邦燃料管理局 引入下时制 并对煤炭和石油实施配给供应 来确保军事需求 这些战时国家主义经济和社会管制模式 后来都出现在罗斯福新政中 比如 战时工业委员会成为罗斯福新政时期 国家复兴署的原型 国家战时劳工部成了1935年 国家劳工关系法的原型 战争重组了联邦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建立了新的合作监督和管制形势 威尔逊对经济一无所知 却执意执掌经济大权 他建立了权力无边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发布400份命令 干预市场经济运行 他通过征收累进制的所得税的法令 令联邦政府的财政能力 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当经济表现不佳时 他相信国有化会有光明前途 他通过联邦储备法 设立了一个监控国家 货币供应的欧洲市中央银行 联邦储备委员会 为了普遍的福利而调控银行业 美联储日渐膨胀 成为凌驾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的怪兽 如同盘踞在帝国大厦顶端的人员泰山 在威尔逊任上 还通过史上最严厉的禁酒法令 表面上是出于其虔诚的信仰和道德观 实际上是让政府强势介入 和管制民众的日常生活 随着战争的推进 威尔逊越来越远离民众 像是宫廷中的帝王 他身材高瘦 戴着老师常用的那种眼镜 有着突兀的假牙 他顽固 自信 解决问题时 不善于掌握重点 却维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傲慢与矜持 这种倾向一直都有 随着大权在握 而变本加厉 他难以让人喜欢 却很容易招来痛恨 威尔逊特别相信自己的良善 笃信他的政府 乃是行善的政府 总统权力在其任内大肆扩张 他曾经喜欢博客 后来却背离了博客 曲解释的引用博客的话 来为其扩权辩护 一般来说 权力是赋予国家精明 和政治的部长们的 甚至法律的各种应用和力量 也取决于行政权 没有权力 共和国不过是一纸空文 而不是一个活泼能动有效的组织 他认为 只有将权力授予明确 果断地行使权力管理国家的首脑和部门 才能使国家权力机构 有活力的高效运转 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岁月里 他竭力神话总统的权势 他本人易于产生非常强烈的内疚心情 把对完美无缺的正义的要求 突出提到国家事务中 使他逐渐失去宽容的度量 自以为是行善 却是在作恶 听来崇高之原则 却充满模棱两可之处 这位一度被认为 是其个人品格 可以用圣经中最高贵的语言来形容的绅士 仍未克服权力对人的腐化 人性本就如此 如果威尔逊持守圣经中 关于人人皆是罪人的教导 及卡尔文主义中 人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的人性观 就不会如此自以为意 1919年10月2日 威尔逊再一次严重中风 左半边身子瘫痪 左眼失明 他竭力欺骗选民 掩盖其病入膏肓 以无法处理国政的真相 他的晚年 是在中风后的病痛 和重判亲离的苦毒中度过的 他跟所有朋友都绝交了 连内阁部长们都很难见他一面 他拒绝辞职 将国事委托给夫人处理 许多历史学家 认为其夫人伊迪斯 威尔逊 伊迪斯 实质上是第一任女性总统 他扮演这个角色 长达18个月之久 国务卿兰心 Robert Lansing 建议总统 按照宪法有关条款行事 总统无法施事之时 由副总统暂代总统之职 却立即遭到解职 在此状态下 威尔逊企图参选 第三个总统任期 却被民主党抛弃 随即 延续其加入国际联盟政策的 民主党候选人 在竞选中惨败 黯然离开白宫时 威尔逊对同党的议员说 此后不必再跟我联络了 法国驻华盛顿大使 如此形容说 假如他生在几个世纪之前的话 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暴君 因为他根本不认为 自己会犯错 幸亏美国公民还有投票权 在1920年代 美国公民用投票 否决威尔逊的 大部分进步主义政策 然而 政府在战时 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 控制的狂热经验 如毒素般的 进入一部分 美国民众的思维方式之中 使得他们在后来 成为1930年代 更为激进的 新政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而后来这一次的新政 则由威尔逊政府 当年的海军部副部长 富兰克林 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所领导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 进步主义者知识 和精神谱系的传承关系 国际联盟之梦碎成 一地玻璃渣 1918年12月13日 威尔逊及其庞大的代表团 乘坐的华盛顿号 抵达法国港口布雷斯特 不计其数的法国居民 身穿五颜六色的 当地传统服装 到港口迎接 人们不停地欢呼 美国万岁 威尔逊万岁 威尔逊一行的专列 抵达巴黎后 受到盛大欢迎 李炮响彻整个巴黎 一名在法国的美国人描述说 对巴黎人来说 这真是最难忘 最负激情 最有好感的游行 我从未听说 更别提看到过这种场面了 法国总理克里蒙索 George Clemenceau 不无极度地说 威尔逊认为 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 来到地球拯救人类 威尔逊率领1300人的庞大团队 身家巴黎和会 标志着美国总统 在外交事务中 开始拥有庞大 而基本不受约束的权限 从此 美国虽然只有一个总统 President 却有两个总统职位 Presidents 一个对内 一个对外 威尔逊专横而跋扈 拒绝任何一位 共和党议员与之同行 人为地制造了与国会的对立 埋下了国会与之反目的祸根 当威尔逊启程前往法国 身家巴黎和会时 他是首位在任内出访的美国总统 他在巴黎足足停留了六个月 是美国有史以来 在海外停留时间 最长的在任总统 当他发表14点和平计划时 世界迎来了威尔逊时刻 这个词汇捕捉到这样的事实 即美国总统威尔逊 成为全球数百万人的偶像 以及奠基于自决原则的 公正国际社会愿景的 最佳代言人 在威尔逊之前 在美国国内 能以总统之名命名的时刻 唯有华盛顿时刻和林肯时刻 威尔逊时刻 已然溢出美国国境和国内政治 成为世界史的焦点 威尔逊拥有的博士学位和知识分子风度 让他在欧洲大受欢迎 欧洲有精英治国的传统 欧洲政客长期看不起美国的政治人物 这一次 威尔逊让他们刮目相看 美国国内的知识精英 给予威尔逊大量的议美之词 比如 1916年 威尔逊发表 关于人民民族自觉的演讲后 威廉姆斯学院院长 将其比作林肯的 格底斯堡演讲 舆论领袖李普曼 Walter Liebman 写道 就其历史意义而言 他无疑是我们这一代知识的 最重要的外交事件 政治评论家霍尔特宣称 该演讲不输于 独立宣言的政治重要性 欧洲的顶级知识分子 用更夸张的说法赞美威尔逊 比如法国左一作家罗曼 罗兰 Roman Roland 用华丽言词 将威尔逊形容为 先知和救星总统先生 您被独自赋予了 普世性的道德权威 所有人都对您抱有信心 回应这些卑微的希望与请求吧 华盛顿的后记者 林肯的后记者 您一手掌握的 并非某个政党 某个民族的公益而已 而是全人类的命运 世界各地人民的代表 如今都被召唤到 全人类大会上来 发令吧 向全人类发令 威尔逊不必为罗曼 罗兰的谄媚之词而感动 过不了几年 后者又要用同样的宪词 去歌颂斯大林 周斯普斯大林了 然而 巴黎和会所达成的 法尔赛和约 既不公正 也不仁慈 威尔逊认为 德国皇帝 是世界上的邪恶之游 必须扫除德国的君主政体 强迫德国接受美国式的共和政体 他却不知道 德国的民情 还没有到接受完全的共和政体的程度 勉强建立的威马共和国 始终摇摇欲坠 步履蹒跚 战胜国将德国塑造成唯一的坏人 强迫德国人俯首认罪 德国宣布投降后 继续遭到长达四个月的饥饿封锁 几十万平民被饿死 协约国却毫无内疚之感 国务卿兰心提醒总统 合约的各项条款 看上去是非常苛刻 和带有羞辱性的 许多条款根本不能执行 威尔逊回答说 合约出自上帝之手 不容置疑 然而 这份合约 让被迫接受 他的威马共和国 在德国人民眼中 失去了合法性 德国人怨声载道 希特勒 埃道弗克特 趁虚而入 称签字者为十一月的罪人 合约种下了仇恨 并未缔造和平 就连法国的扶恤元帅 Ferdinand Farsh 也直率地评论说 这不叫和平 这叫停战二十年 当威尔逊发现 法尔赛合约不受欢迎之后 立即见风使舵 宣称合约属于劳和 乔治 David L. George 和克里蒙索 Klemenso 唯有国际联盟的构想 是属于他自己的 他有一种 几乎是宗教上的前信 认为他有能力 以国际联盟的形式 实现一种新式的 国家间的和谐 他在将有关文件 递交参议院时 居高临下地说 我们敢拒绝它 并打碎世界的心吗 这是一种文青式的 情感勒索 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 维持世界和平的设想 来自于 李普曼起草的 名为战争的目标 和他所建议的 和平条件的秘密报告 其核心内容是 建立国际联盟 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要像运行良好的 公民社会一样 由政府 法律 法庭 以及警察保障安全 威尔逊认为 对这场刚刚结束的 具有毁灭性的 世界大战而言 竞争型的联盟体系 恰恰是主要诱因之一 旧制度 势力均衡原则 失败了太多次 必须被抛弃 国家间的和解 应当基于新的原则 也就是正义和宽容的原则 威尔逊将美国 加入国际联盟的议案 与法尔赛合约 打包在一起 提交国会通过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主席洛奇 Henry C. Lodge 整理出49条保留意见 要求根据这些提议 修改条约 威尔逊的回答是 我绝不让步 参议院应该吃掉 这剂苦药 于是 参议院与之分道扬镳 国会将提案否决 不具备妥协精神的威尔逊 将反对者贴上邪恶之人的标记 那么 唯一剩下的一人 就是他自己了 他为此展开一场 全国学会演讲 希望得到民意 直接支持 他声称 国际联盟将永远结束战争 这是他对美国士兵的承诺 如果我不竭尽全力 把条约付诸实施 我就是个懒惰之人 我永远无法 正视这些孩子们的眼镜 他在中途中风倒下 哀叹说 我似乎已经支离破碎了 从此他缠绵病塌 国际联盟成立了 总部设在日内瓦 在其建立的1920年 其成员国达48个 但人们只能在 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 实验威尔逊所憧憬的 世界新秩序 威尔逊精心打造的国际联盟 是一个亿岁的玻璃百宝盒 当时 法国代表莱昂 布尔热瓦 莱翁布朱埃建议 为了使得国际联盟 能够拥有必要的军备 来推行其命令 应快速部署 一名总参谋长 和一支常备军事力量 以应对侵略 然而 威尔逊愤怒地否决了 将这种想法 引入一个 旨在保卫世界和平的组织 他将其视为 军国主义的灵魂 结果 当道义劝说和经济压力 无法保证和平时 国际联盟缺乏 通过使用军事力量 来击退侵略的关键权利 到20世纪30年代 随着纳粹德国重新武装 和欧洲军备竞赛风起云涌 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 以及在太平洋上 再次扩充军备 致力于合作型安全的国联 却只能在口头上表示反对 而无法有实质性的行动 威尔逊时刻如雪山般消融 如同王王以德治国的宣誓 却导致西汉帝国父王 威尔逊以德组建国际秩序的幻想 埋下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崛起的隐患 巴黎和会刚刚落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 就从远方隐隐传来 短短十多年之后 威尔逊对一战的定义一场 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 成为历史笑柄 没有人比威尔逊 更因为丧失和平负责 这是他的悲剧 也是我们的 威尔逊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 他倡导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看似无比美好 却偏离了美国立国根基 和英美保守主义传统 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像英素花 美丽却危险 他们是截然对立的 却又都可归入 十九世纪末的进步主义 他们同时并存于威尔逊身上 如同基庸小说中 老顽童周伯通 左右手互搏 威尔逊将他们从 潘多拉磨合中释放出来 却不知如何收回去 他向全世界展示了 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 一体两面的威尔逊和平 其个人魅力和美国的实力 及当时的国际现实 却不足以维持这种脆弱的和平 欧洲人为何不愿接受 十四点和平计划 欧战不是威尔逊 第一次下令美国参与的对外战争 在此之前 他已多次出兵墨西哥 尼加拉瓜 海地等国 历史学家沃尔特 拉费伯尔 瓦特 拉费伯尔 瓦特·拉菲伯尔 将其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干涉主义者 尽管威尔逊信誓旦旦的反对帝国主义 承诺美国不再会通过征服来多求一英尺的土地 但他已教导拉美人民如何选出一位好人来合理化入侵 与此前美国出兵海外相比 美国参加一战是第一次参与乃至主导塑造全球秩序 这是西伐利亚条约和维也纳会议之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变动 美国这个大洋彼岸的年轻国家第一次被欧洲人当作救星 美国确实是欧洲的救星 若非潮水般的美军被投入西线战场 在俄国爆发革命并退出战争之后 德国从东线调回的军队发起凌厉的攻势 仅靠士气低落的英法联军恐怕难以抵挡 美国的参战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战争史家李德哈特指出 如果欠缺美国的经济援助 美国未派兵使联军在数量上居于优势 尤其在精神上使联军受到鼓舞 胜利不可能取得 美国官兵在前线的浴血奋战 让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拥有了话语权 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奠基于14点和平计划之上 穆里斯、汉基勋爵 Morris Henty是英国战士内阁秘书 后来的巴黎和会秘书 他总是在公文包中放在一份14点和平计划 他说这份文件是道德底线 全欧洲的广场、街道、火车站及公园 都贴着威尔逊的名字 海报上用硕大的字样 写着我们要威尔逊那样的和平 14点和平计划中 有8点是针对具体问题的 主要是领土问题 比如波兰、比利时和法国的边界 应该位于何处 该计划并未消除这些边界争议 这些边界争议成为下一次战争的出发点 其他6点计划是为世界政治的未来勾勒出明确的进步主义愿景 此6条原则将相互依赖和互惠 基督教的黄金法则 碰巧也是形成社会服役运动中进步主义的核心 至于国际关系的核心 公开外交、航海自由、自由贸易、裁减军备、民族自决和国际联盟 放在任何时代 这些都是崇高的理想 但威尔逊无视理想与现实的差异 无视美国与欧洲的差异 其傲慢无可救药 诚如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开玩笑说 上帝只有十点原则 而威尔逊有十四点 1919年 意大利外长西德尼、桑尼洛、Sidney Senino 愤怒地对着威尔逊吼叫道 通过一些外交官的活动 在一个屋子里改变世界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去找巴尔干人 事实十四点 十四点和平计划 未能解决巴尔干半岛 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国家纠葛 一直到二十世纪末 这个地区仍然硝烟弥漫 失衡遍野 深受进步主义影响的美国教会 狂热追捧十四点和平计划 认为它代表了正义与力量的完美结合 此种结合支撑着 有关进步主义运动的基督教概念 联邦基督教协进会认为 教会的任务是唤醒美国的灵魂 支持总统为了民主 国际正义和国际联盟 而进行战争的政策 长老会国内部道部宣称 对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共和国 和基督教民主而言 在全球社会中传播兄弟情谊 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传教机会 圣公会也发出类似威尔逊式的声明 一位美国基督会海外部道部的牧师 称颂总统的和平计划 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诞生的重大时刻 在教会领袖看来 威尔逊主义在本质上 是基督教改良主义和进步主义基督教 御用于全球的表达 实际上 威尔逊倡导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背后 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目标 使美国成为全球领袖 按美国的想法重塑战后世界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 作为对参议院施压的回应 威尔逊在巴黎的谈判中 坚持保留国际联盟宪章第21条 其中规定为保证和平 宪章的任何内容 都不影响国际条约的合法性 如仲裁条约和门罗主义等区域性谅解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保证 世界特定区域西半球的一群国家 有权设计自身的安全条约 从而把区域外的国家抬挤出去 威尔逊口中的正义与和平 是海市蜃楼 记者林肯 斯蒂芬斯 林肯斯蒂芬斯 写下一个难忘的场面 在巴黎河会上 法国总理克里蒙索 听完威尔逊 这是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的高端后 质问威尔逊和劳和 乔治 你们真的相信这个说法吗 威尔逊对颇为无理的追问 不知所措 克里蒙索列举实现和平的必要代价 英国必须放弃殖民体系 美国人必须离开菲律宾 且不再染指墨西哥 威尔逊要求数不胜数 与会众人被迫承认 这个结果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想要的不是和平 实际上还是战争 思想家维吾 Richard M. Weaver评论说 这就是所有表里不一者的困境 他们鼓吹正义 但真正想要的 且实际上所选择的 却是其他东西 欧洲人没有追随 威尔逊翩翩翩起舞 没有一个欧洲列强 愿意全盘接受其建议 在法尔赛宫 威尔逊像其他任何一位 政府首脑一样 加入这场 推推嗓嗓的竞争 威尔逊的坚定支持者 新闻记者弗兰克 科布 Frank Cobb 写到在总统与这些总理 外交大臣坐在会议桌前的那一刻 他就失去了所有来自远方和公正的力量 他没有成为人类自由的伟大仲裁者 而仅仅变成了一个要对付其他谈判者的谈判者 经济学家凯因斯 John Keynes 作为英国财政部代表参与巴黎合会 对与会者和会议结果大失所望 愤而辞职 随后出版法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一书 他认为 合约的制定者是其偏见和文化的囚徒 这些人对世界的认识极其有限 却拥有规划新世界的权利 他一度对威尔逊寄予厚望 但他亲眼目睹了 后者在谈判过程中的笨拙之后 感叹说威尔逊发型端庄 仪表堂堂 和照片中所见一模一样 但是 这个寄忙 又聋的唐吉赫德走进了洞穴 在洞穴中 寒光闪闪的利刃 握在对方手中 较至欧洲人 总统的反应迟钝 格外引人注目 他根本无法理解他人的话语 无法对情况做出顺势判断 因此 根本不是劳和乔治的对手 凯因斯认为 美国新增的巨大财富 并没有造就强大的认知能力 相反 这个国家只是物质上富有 而理性思维上贫穷 凯因斯的看法 固然有欧洲中心主义之嫌 对美国的崛起 既羡慕又蔑视 却也从另一个方面说出 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 这一点 托克维尔 Alexis Datoqueville 数十年前就已发现了 美国的选举制度 常常会选举出不称职的官员 包括总统 维尔逊的才能出任 土林斯顿大学校长 和新泽西州长 以勉为其难 在美国即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关键角色的历史时刻 作为美国总统 显然力不从心 没有公民德性 民族自觉变成种族屠杀 十四点和平计划 一言以蔽之 就是民族自觉 威尔逊以为 民族自觉是一个美好且可实现的原则 却没有料到他如同一颗被引爆的炸弹 我宣称所有民族都有自觉权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 当追求独立 而被英国政府镇压的爱尔兰人 前来向威尔逊寻求帮助时 他却不敢因此跟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翻脸 只能冷冷地拒绝爱尔兰人 宛如拓免自干 作为偏左翼的基督徒的威尔逊 或许应该听取保守派新教徒的保留意见 这个人碰巧就是他的国务卿兰心 威尔逊和兰心 有共同的长老教会背景和不苟言笑的个性 但他们相处的并不好 作为一位国际法专家 兰心赞同威尔逊在战后的废墟上 重建某种新的世界秩序的想法 但他发现 威尔逊所展望的联盟 没有考虑到传统的美国外交原则 尤其是门罗主义 甚至是宪法 兰心相信圣经无误 不愿骗离圣经原则 他如此定义自己的信仰 我认为自己属于正统派 认为圣经包含了真正宗教的历史 和上帝与人类关系的历史 认为对上帝的忏悔和对基督的信仰 是唯一得救的途径 他不接受为了追求某种共同目标 而削弱基本认同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国家的 他认为只有加入国联的国家 都是相似的民主国家时 国联才能发挥作用 而国际联盟及此后的联合国的失败 正是背离了这一原则 信与不信的不可同负一恶 民族自觉 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即便是作为上帝选民的以色列人 也曾怀念在埃及为奴的日子 而不愿跟随摩西出埃及 过红海 独立建国 蓝芯质疑说 善于言辞的天赋可能会是祸端 除非那些言辞 在他被言说之前 就能够经得起考验 作为国务卿 蓝芯不能公开反对总统 但他在日记中写到 总统在说自觉的时候 他心里想的是个什么单位 是人种 地区 还是团体 蓝芯认为 威尔逊使用这个词语 是个灾难 这种说法 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 有人为了这个原则 会不惜诉诸武力 但理想主义者 无视这种危险 等意识到这一点时 一切都太迟了 最终 自觉必然落得万众唾弃的下场 被人们当成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 他进而质问 是什么造就了民族 是像美国那样 一种共有的公民权 还是像爱尔兰那样 一个共同的族群 如果他不是自治 那么应当改为自治吗 要是这样的话 自治到什么程度才够用 不管怎么定义 一个民族 能在一个更大的多民族国家中 幸福地生活吗 威尔逊故意不对民族自觉 做出清晰界定 他拒绝回答蓝芯的一系列追问 民族自觉这种20世纪的意识形态 比后来出现的核武器的杀伤力还大 他拉枯萃朽般地 加速了俄罗斯帝国 德意志帝国 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这四大帝国解体 在帝国解体所留下的真空中 十个新的民族国家脱颖而出 但和平并未降临 反倒陷入更残暴 更恐怖的战乱之中 从战败国所处的东欧 中欧到南欧 连接形成弧形暴力地带 在1918年至1923年 以及1930年代以来 再度爆发的武装冲突中 平民遭到杀害的数字普遍都超过士兵阵亡的人数 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民族自觉 唯唯动听 但何为民族 人言人书 胜利特征无法界定民族 文化和语言也无法界定民族 在一战后 胜利者划分的欧洲版图中 国族被威尔逊们想象成一体的 但实际上 国与族在很多时候是尖锐对立的 民族自觉 如同泥仁章手上的泥土 被领袖们任意操弄 随同威尔逊身家巴黎和会的 李普曼感叹说 我们描绘地图 讨论人口 就好像他们是抽象的年徒 就靠着少数几个政治人物 在会议室中大笔一挥 数千万茫然无知的人民 被安排 被处置 就像一些棋子 被用来执行某些更宏大的计划 然而 由一战之后的法令 所创造的诸多国家中 其军事的 经济的 和社会的生存能力 能否支撑其 现代民族国家的架构 却不是胜利者 有充分的时间 去认真思考的问题 更不是胜利者 能够回答的问题 如所威尔说说 这是一种塑造 其他人民生活的盛化构想 其实现的结果 却与威尔逊的想象 截然相反 威尔逊本能地反感欧洲的 就是多民族帝国 以为帮助欧洲 打造一系列现代民族国家 就会让欧洲 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却事与愿违 欧洲就是帝国 并非威尔逊 所认为的那么不堪 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 都是相对较为仁慈的 多种族帝国 在其内部 固然有种族不平等 但至少不会 发生严重的种族屠杀 尤其是奥匈帝国 从十九世纪末 经历了工业革命和经济繁荣 在一定的框架内 实现诸多对民族权利的保障 国家不再是实施 镇压手段的暴力机器 而是一个各部分互相结合 充满活力的政治实体 而在塞尔维亚等新兴民族国家内部 和周边发生的惨烈的种族冲突 似乎反顾来说明 哈布斯堡联邦 是一个还不错的治理形式 和防卫体系 而新成立 离散的民族政治实体 只会引发更多问题 就连捷克民族主义史学家 塔拉茨基也承认 我发自内心认为 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维也纳是能够保卫我们的民族 是之和平 自由 和公正的中心 而此后的全球帝国瓦解 民族国家兴起 以及暴力循环升级 起源都是最初看似 无比美好的威尔逊时刻 索维尔冷峻地指出 拯救被压制少数族群的理念 忽视了这样一种前景 被压制的少数族群 一旦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后 他们就会立即开始压制其他处于 他们控制之下的少数族群 这些被忽视了的前景 后来果真就成为了现实 一战和二战之间 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 及内乱空前残酷 渗透了国内与国际冲突中的新暴力逻辑 所有国家都要经过整肃 清除掉在种族与政治上 不受信任的群体 劣等居民和敌方平民 以达成某种净化过的社会 以塞尔维亚为核心 建立的南斯拉夫王国 奉行大斯拉夫主义 企图吞并周边更多地区 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 刚刚从帝国重压下 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 又急不可耐地迫害其境内的少数族裔 这些少数族裔 反倒怀念在仁慈的 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旧日时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短暂获得独立地位的波兰 以苏小版的多民族帝国自居 对其境内的犹太人 立陶宛人 乌克兰人 白俄罗斯人 竭尽压迫 歧视和羞辱 就如同后来经过越战 获得统一的越南 摇身一变 成为中南半岛的小中华 对柬埔寨 老挝 泰国等邻国 遗址起时乃至兵容相向 一战后期级之后 俄国及东欧国家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 极其引发的内战 种族清洗 国家间的疆域争端 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 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冲突 都带有种族或阶级 屠杀的色彩 中欧和东欧 大部分新兴民族国家内部 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游运动 和对犹太人的屠杀 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模式 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 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 明明是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 以大俄罗斯民族 大斯拉夫主义之名 凌虐其帝国境内的包括格鲁吉亚人 在内的诸多少数族裔 明明是奥地利人的希特勒 却以大日尔曼民族之名 吞并了奥地利 在这些新兴民族国家之内 种族屠杀还扩展成阶级屠杀 国家和民族一样 是随时间而改变的 当人们认为国家的权利是合法的 它就是合法的 每当民族复兴浪潮涌来 知识阶层就暴露在大规模清洗的危险中 针对阶级身份而实施的屠杀 是这个世纪的新现象 不仅知识分子 而且富人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资产阶级 也沦为清洗的对象 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观念 不是凭空产生的 威尔逊固然不需要为希特勒的大屠杀负责 但是 残酷的历史进程表明 威尔逊所寻求的 其他知识分子所拥护的解决方案 既是幻想的 同样又是危险的 在威尔逊时刻之后一百年 世界仍然动荡不安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 南斯拉夫内战 卢旺达内战 及种族屠杀 车臣战争 科索沃独立战争 东地问独立战争 阿拉伯之春 转变为阿拉伯之冬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战争 无意不是对民族自觉 这一貌似进步的理念的 英语的反讽 没有清教徒传统 就无法产生公民美德 没有公民美德 法律和秩序 必定沦为一纸空文 美国价值具有普世性 却不具有普世性 威尔逊失败 是因为他背离了 美国人习以为常的 保守主义观念秩序 他对人性抱有过于 积极乐观的期待 陷入民族自觉 万国平等的想象 这种理想主义 迷人而危险 威尔逊主义 开启了美国式的 自由主义霸权 美国外交政策学者 史蒂芬 华特 斯蒂文·M.Walt 指出 美国领导人 选择自由主义霸权 而不采取较节制的 整体策略 是因为外交政策界相信 散播自由价值 对于美国安全极为重要 且不难做到 他们夸大国际危险 吹捧自由主义霸权 可以带来的好处 并隐瞒真正的成本 借此说服一般民众 支持这项野心勃勃的 政治议程 最终他们打造了一个 以善意图成的地狱 从威尔逊担任总统以来 美国的外交关系 就在两种倾向之间摆动 第一种是遵循 美国传统的国家主义 民族独立 奉行单边主义 第二种是支持 新的大西洋主义 国际主义 多边主义 以及在英美主导的 进步思想和法则下建立的世界 左翼历史学家布鲁斯 卡明斯 布鲁斯·库明斯认为 威尔逊是民族自治的拥护者 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关系之父 是美国仅有的 身上既有严格的卡尔文主义 又有相应的伪善 传教士的热情 高智商 美德 种族歧视 侵略性 诸多品格 在同一个人身上融合 如果说老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Jr. 和马汉 Alfred Fairmayhan 代表美国的新生力量 代表着一个全新崛起国家的 独断强权政治 代表着美国渴望在世界独立活动 那么 威尔逊在他的时代 则代表着更新的东西 国家合作 和在进步规则下的全新世界 民族自治 国际联盟 当然 这些规则是由美国制定的 如同制定在一个各国门户 大胎的世界 必须遵守的条款 法规 卡明斯对卡尔文神学 缺乏基本的研究 他不知道 威尔逊早已偏离 卡尔文神学的核心部分 威尔逊主义认为 美国应当向全世界传播 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 促进民主和防止战争 是相辅相成的 威尔逊主义 确实与美国的传教士传统有关 历史学家布尔斯廷 Daniel J.Boston指出 传教活动是理解 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核心因素 传教士及其朋友 支持者 在美国国内 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其他人 不仅影响美国 对一些具体国家的政策 而且为美国整体外交政策 建立了广泛的概念 美国既是灯塔 更是救星 尤其是对那些 非民主的国家的民众而言 他们相信 当前的任何弱点或缺陷 都不能推翻美国 向世界各地 传播民主革命的权利 义务和使命 然而 十九世纪下半夜以来 美国和西方的传教运动 其背后的动力 是受进步主义 进染的社会福音运动 社会先于福音 本身就说明 福音不再纯正 很多传教士 俨然将自己 而非上帝 视为落后国家 和民族的救星 当他们的影响力 一出教会 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时 负面效应 就鲜明地呈现出来 威尔逊主义 是根植于美国文化 和历史的真实存在 但它不能一家独大 在威尔逊执政时期 就是如此 它必须受到 其他立场的制约 比如 重视本国经济利益的 汉密尔顿主义 更关心国内安全的 劫匪逊主义 和以美国人民的利益 为首的杰克逊主义 威尔逊以为 理想主义 是美国人 最显著的性格特征 但美国人 在理想主义之外 又有谨慎 而悲观的现实主义 美国人的想象力 即使飞翔得很高时 也是小心谨慎 和迟疑不绝的 他的行动受到束缚 他的目标难以达到 这些谨小甚微的习惯 也鉴于政治社会 并对国家的安定 和锁定的制度的持久 产生极为有力的影响 制线者们 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卡尔文主义者 基于人性中的幽暗意识 在制线过程中 重点考量的 不是缔造一个 无所不能的大政府 以及富裕总统 以国王般的权力 而是如何将权力 关进笼子里 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 和民主的暴政 美国不是左派意义上的 民主国家 而是右派意义上的 共和国 联邦国和宪政国 威尔逊误以为 民主是美国的首要特征 要将美国是民主 向全球推广 这种传教士般的 热情和正义感 看似高尚 一旦成为外交政策 必定害人害己 今天的美国仍在咀嚼 威尔逊主义的苦果 大部分的美国总统 和外交政策的执行者们 一直违背了一个常识 不能轻易给他人许下 你无法实现的承诺 此种行为看似慷慨 实则为撒波仇恨 美国人乃至所有人 都应当谦卑地意识到 美国道路不是一条 适合所有国族的道路 美国价值 也不是任何国族 都可拿来为己所用的铁律 托克维尔说 对美国民主的结构 发生制约作用的 有三大因素 地理 法治 和民情 其中又以民情 占主要地位 所谓民情 就是一个民族的 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 它是其观察的焦点 也是其全部想法的终点 那么 美国的基本价值 和民情秩序是什么呢 民主在美国的成功 得益于新教伦理 及其塑造的公民美德 如果没有这种公民美德 任何国族 既无法享受自由 也无法维持独立 美国经验 在价值层面是普世的 却并不具备 对所有历史阶段的 所有国家的普世性 并非随时随刻 放之四海而皆准 它受限于 不同的民情秩序 和文化传统 就好像一颗种子 尽管品质优良 若无适合的天气 水和土壤 就无法生根发芽 只有在一定程度上 具备美国式民情 美国的价值 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 才有可能成功移植 美国自身 也必须持守其民情 否则美国价值和秩序 可能在本土遭到动摇 乃至颠覆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 和反叛者们 一度将威尔逊视为慈父 但当他们发现 威尔逊之说不做时 立即将其弃之如必喜 德国历史学家 欧斯特哈默 不无讽刺地描述说 威尔逊所宣告的 民族自决原则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 反殖民主义者 由中国算起 经过韩国 印度 直至北非 各抗议运动 引用14点和平原则 并各自表述 还试图联系美国 他们虽然将威尔逊的说法 融入自己的原则 但这些原则 却无法往前回溯至 这位美国总统 自诩为那个时代 最进步知识分子的威尔逊 是20世纪美国左翼思想 和国内国际政策的开路人 但江山代有所派出 各领风骚三五年 对于左派而言 没有最左 只有更左 不够左的左派 仍是更左的左派 试图毁灭的敌人 从来不懂得尊重言论自由的左派 喊打喊杀 会一路杀伐到老祖宗那里 掀翻老祖宗的神主牌 2020年 极左的黑命贵运动延烧 威尔逊成为牺牲品 遭到鞭尸 2020年6月27日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艾斯古博 Christopher L.S. Grover宣布 威尔逊支持种族隔离政策 就算以他的时代标准评断 种族歧视也相当明显 所以威尔逊的名字 不适合作为学校或学院的名字 尤其是公共政策学院 校方将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 改名为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 住宿学院威尔逊学院 改名为第一学院 威尔逊遭到羞辱式的除名 反噬是左派的天性 若威尔逊地下有知 看到他被自己做过校长 贡献良多的普林斯顿大学 如除垢般的抹去 不知当作何感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